我們主要是用了所謂的那個標籤 標籤的話那個效果其實算也OK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按下什麼 它這邊會顯示的話你可以用這個標籤 那也就是說一個標籤 只要是上面所有的元件 它都可以當什麼事件發生的時候去被變更 那被變更的話其實就是 這邊應該就是 城市的地方可以 這邊可以針對當什麼 當哪個按鈕被點選的時候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假設 那個標籤前面如果有個設 設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去變更的意思 變更它裡面的文字 你就給一個文字 它這樣就把裡面的字給變更了 不過這個效果顯然好像有點太單調 為什麼因為它點下去 感覺就顯示在那邊小小的 好像比較沒有那個感覺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說 看看能不能跳一個訊息出來 或者跳一頁出來 當然更好啦 可是問題是 複雜度也就越高 所以我們換一個 假設我今天不要是 變更上面的標籤 或者甚至 我兩個都要 我上面標籤也變更 然後我又跳一個東西出來 感覺 感覺會更多的顯示 讓使用者比較知道說 到底它做什麼動作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當我點的這個 老鼠換一個 換一個什麼 訊息 提示好了 訊息提示的話呢 就類似這樣這樣 點下去 它直接跳一個這個東西 那你要當按下確定的時候 有沒有 它就回到原來 有沒有 跳一個訊息提示 這感覺好像會比較明顯 不像說 那個上面的標籤 有的時候你如果沒有特別看 你還不知道說上面有變更呢 那怎麼樣可以跳這個訊息提示 或者兩個都做好了 兩個都做好像感覺效果加成 上面也變 然後這邊也變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 增加這個訊息提示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訊息提示 首先的話呢 如果你要變更訊息提示1 你必須要增加一個 使用者介面上面的一個元件 叫做對話框 就這個東西 這個對話框其實還蠻好用的 以後反正你 就可以讓他跳出來就對了 反正再怎麼樣他一定要按確定 甚至他可以 按下是或否 讓他二選1 這個其實蠻好用 對話框 那所以呢第一個 請你把對話框拖拉 拖拉過來之後的話 放開就可以了 那放開之後你會發現這邊多一個對話框 1啦 OK 那裡面要不要設定什麼東西 其實他預設你就用預設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他頂多是說顯示的時間長短 預設是顯示的時間長 那如果你要 他大概跳一下就關掉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設定為短時間 不過預設我們先 先不改好了 先1先把對話框拖拉過來 2的話呢 其他都不用改 你只要改程式 那程式改哪些地方 切到程式設計裡面 我們本來好像是什麼 我好像做了三個啦 不過我把第一個改 改成這個 我把它再改回來了 所以把它丟到垃圾桶裡面去 本來好像是 這邊 這個其實是可以複製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懶得在寫 你可以複製它 然後這邊就可以丟過來 好像我本來是寫這樣 你按下的數 有沒有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按下它除了設定標籤之外 同時呢 也做什麼事呢 就是變更那個對話框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這個下方 它還有一個凸出的地方 你可以在對話框這邊 再點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一樣有一個 它凹下去 其實可以把它放到它下方 請你找到有一個 有沒有 這邊有很多個 請你往下找 上方應該這個都不是 因為這上面都沒有一個凹下去 所以不能放 不能放一定就不能 不能用那個 那我們找到一個是什麼 剛才顯示什麼 顯示不要太複雜 我們就顯示對話框 這個好了 所以你就找到一個叫什麼 呼叫 對話框 然後顯示訊息 對話框 這個 那有三個東西 這個凹進去的地方就是放三個文字 那我怎麼放一樣 把它拖拉 放到這邊來 放開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你需要放三個東西 一個是訊息 訊息就是剛剛 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就訊息了 中間這個就訊息 所以這一塊是要放這個 標題的話呢就上面這個 十二生肖 按鈕文字的話就這一個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放三個訊息文字 那三個文字的話呢當然 你假設不想要重打的話 其實可以從這邊 這個按右鍵 複製它有沒有 你按下了 按下了數 把它放在標題 就這個都一樣 這兩個 然後上面的訊息的話呢 你就是在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從文本這邊再加啦 不過好像 這根拖拉過來 再加 然後呢 打上十二生肖 然後 按鈕文字的話 一樣就是 加上確定 就是讓它按確定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嗎 這兩個 所以把這個打上去 然後這邊打上確定 好了 這樣子三個就OK了 就會產生 除了變更標籤之外 它也會去 跳出一個訊息框 那當然其他都一樣 所以老鼠的鼠OK之後 再來就是 鼠牛虎 虎的話一樣 可是如果假設你要重做其實蠻會時間的 所以 可以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按滑鼠右鍵 記得在這個上方按右鍵它會複製 程式方塊 然後你就直接把它放到牛的這個地方 這樣就可以少打 少做很多事情了 只要把這邊改成牛就可以了 其他都一樣 我就不 重做了 這個再複製一個 把它放在 這個是虎 按一下虎 那這樣的話就OK了啦 我大概做三個啦 不過你們今天練習的話 就把12個給試著通通做 這樣比較完整 然後最後一樣把它打包 打包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會看到 如果 做完打包之後的話 它就會 按下它 其實理論上除了會跳這個之外 因為這邊有設標籤 所以這邊也會改成你按下了 除 等於是這邊有一個 它應該是先做標籤 再 跳一個訊息方塊 出來 OK 未來如果說 你不要做這麼單調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 訊息提示裡面的字多放一點吧 比如說 稍微給它這個生效的介紹吧 所以你可能自己在網路上找找看 有沒有那個 12生效的那個介紹 OK 然後查一下 把那個12生效的介紹 按下為什麼 12生效是用 第一個生效是用鼠來 當成是 它的動物 OK 為什麼 原因何在 我其實也不知道 不過你們其實網路上找找看應該會有答案 或者像維基百科看看有沒有 OK 把它應該下載 然後安裝一下 其實裝起來 有沒有 然後它一樣就可以跳出我要的訊息 所以12生效 12生效什麼 由來 為什麼12生效裡面沒有貓呢 OK 為什麼12生效裡面沒有獅子呢 OK 其實這不是很普遍的動物 那所以你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12生效 跟什麼有關係 居然跟 古巴比倫12公有關係 這個大概為什麼 自己稍微看一下 其實有些我也不太清楚 然後可以猜 現在 這個還蠻多的 還牽涉到突厥 好啦 這個部分請各位自己在 把它試著完成看看 有沒有 按一下 這邊也變更了有沒有 這邊也跳出來了 這個的話 你按一下 這個也變更了 這個沒有做了 所以這個沒有效果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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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